东风21B导弹对于美航母而言,是一个梦魇般的存在,因为美国没有终成载道导弹,所以,想要拦截中国这类型的导弹很难,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固然很先进,但是拦截数量有限,一旦中国批量连射的话,美航母将毫无办法。 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称,中国火箭军部队,至少装备了10个东风21B导弹旅,如果美军这一说法成立的话,那么中国的反航母能力将站在了时间最顶端,因为10个东风21B导弹旅的打击能力,绝非一般,别说美军有11艘航母了,就是再来11艘也没用。 专家表示,美军有个非常典型的战争讯号,就是每当三艘航母及巨石,很可能就是战争要爆发的前兆。 中国一位解放军少将曾表示,中国有四大户国底海,其一就是东风导弹,其二是核潜艇,其三是天二十,其四是核武器,那么哪张底牌是科制美航母最有效的武器呢? 专家毫不犹豫地说,当属东风21B反舰导弹,一旦美航母齐聚的话,专家表示,10个东风21B导弹旅,足以应对美国所有航母。 而且,作为中国第一款反航母利器,已经有了自己的改进行,改进行东风21B装备了诱饵弹,以及刚强度的全甲弹头,在命中率上也得到大大提升,仅凭美航母的防空系统,根本抵挡不了东风21B的一轮骑射。 那么10个东风21B导弹发射旅,一同发射导弹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呢? 我们初步估算一下,一发那个导弹旅,会有6个导弹发射营的规模。 10个东风21B导弹发射旅,就是60个导弹发射银,60个银一同骑射,这场面绝对壮观。 不忘了说,我们就按照两小时的发射时间,来计算一下,能发射多少枚东风21B导弹。 一个导弹发射营标派,是6辆导弹发射车,60个银就是60辆导弹发射车,一辆导弹发射车上装备,一枚东风21B导弹。 那么两小时就可以完成了一轮骑射,那么10个导弹旅,就可以骑射360枚东风21B导弹。 就算派出一部分会被拦截掉,至少也会有200枚可以击中目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